本省將會在這星期的交後期出現天晴酷熱的天氣 溫哥華的氣溫將會升至攝氏30度 而體感溫度更加是有可能高達35度 中暑和曬傷的風險將會提高 由醫生提醒市民要注意 長者和幼童的散熱能力一般較差 應該盡量避免外出 經過相對清涼和降雨較多的6月之後 熱狼將會在本州較後時間侵襲卑斯省 據加拿大環境部預計 本省南部地區未來7天都是天晴 間中有雲 內陸城市Prince George, Kamloops和Kenona的溫度升幅明顯 將會出現高達攝氏34至37度的極端高溫 雖然低陸平原的氣溫沒有那麼高 但氣象專家表示受一股強勁高壓制影響 溫哥華在本週末可能會升到攝氏30度 加上濕度較高令悶熱感覺提升 體感溫度將會高達攝氏35度 去到星期六星期日更熱 有機會去到30度 所以加上潮濕感覺會很熱 星期六星期日有可能感覺好像35度 所以接下來星期六星期日是最熱的時間 去到下星期一就開始涼了一點點 Karl Lam又說未來一星期都會陽光普照 因此紫外線指數將會相當高 即使在戶外10分鐘也會有曬傷風險 而面對即將來臨的嚴熱天氣 有長者說已經做足準備 I've got my sunscreen now we're like 50 and then 30 as well you know so I really are I'm prepared for that hot weather for sure I'll probably stay in my air conditioned place and you know make sure I stay alive right if it's gonna be that hot but yeah it's it's it gets pretty hot sometimes though I usually find some shade making sure that I stay hydrated 所以要特別留意 年紀大的人或者身體沒那麼好 或者心臟有問題 或者呼吸系統有問題的人 他們散熱的能力就差一點 寶寶仔和寵物也都是散不了熱的 所以第一第一最重要提到國外 千萬不要將那些老人家 小孩子或者寵物留在車裡面 就算你說開一條窗門隙都是不夠的 即是如果你跟他們要出去 就一定要帶到他們陰頂的地方 千萬不要被他們被迫住 他們在五分鐘內已經可能不成功了 他又說雖然嚴熱天氣較容易令人口渴 但飲室溫水已經足夠散熱 應該避免冰凍飲品 以及直吹冷氣機和風扇 否則一熱一寒之下會較容易染上感冒